我们都是一群 为了梦想追溯的年轻人 我决定改变瑞的运营方式 我要做不到 做不到我以后我就在 QE引操厕所 接手了瑞 就是选择了创业 是瑞改变了我 我竟然在这儿 展示我的青春 做直播 外貌不是最重要的 口才 话术 带货能力 这才是核心力量 我觉得我肯定想 所以我就来面试主播了 我有点紧张 在四周国的外面 大王宏官整欠 整可多可多的欠 下来 干嘛呢 价好了 不讲你 倍挺直了 收付 想要拿好一个主播 最重要的就是 先确定自己的目标 你跑回样子太酷了 一 二 三 加油 这绝对不可能 我当主播 我可当不了主播 宝宝们 您这个兔子耳朵 确实是特别地漂亮 特别地可爱 现在是咱们双十一 决胜的时刻 所有人把干劲 全都给我拿入来 赶紧笑 大蛋 我和你们一起运动起来 他太厉害了 小姐 怎么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拥命坚毅不拔的品质 为自己打造出一片战性的 电商直播这个行业 不是大事 从这个行业赚走钱的人 比比皆是 我就做到了两个字 顺势 只要有钱兮兮在我身边辅佐 我断然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请你吃 你敢拍着胸脯跟我说 你和断然就真是胸美情吗 胸美 索性 再刺激他 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喜欢上你了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担心你的 疼你的 也算你哥我了 齐希希 你这是干什么 你跟蒋良干吗呢 我怎么问他我 我就是觉得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 段燃到底给我强在哪儿啊 好哥们 希希为什么就要拒绝我 我还在想 在幻想 我肯定是喜欢上她 为什么我身边两个那么多 重要的男人都喜欢秦希希呢 那哪里比不过她了呢 还是现在流行这款呢 接手了锐 就是选择的创业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不再是锐直播了 我给新公司取名叫云直播 从今往后 我们跟QA跟锐 不会再有任何发动 三亚事件 晨朗蓄谋已久 我相信她背后 一定另有高人在指点她 只要能让段燃难受 这些都是举手之劳 咱俩的战争开始了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商场如战场 我们接到消费者的举报 你们公司涉嫌贩卖假冒伪劣化妆品 被封号了 如果公司内部出了内轨 我怎么办 从今天开始 QA集团就是我们沈家说了算了 云耀跟锐来皮克 你光明正大了 你背后搞这些小动作 半夜突然回敲门啊 实在会遭到你 阿姨觉得你和段燃 真的非常合适 我的底线 他们只能是兄妹 段燃 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一开始不敢正视我自己这段感情 QA集团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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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来我知道 没办法 逃不掉了 你让我相信 我们会彼此相伴 彼此依靠 不管我在外面 什么时候浴血奋战 只要我回头 家里只有一个人 等着我凯旋归来 我已经遇到了 在我生命中 我愿意给对方 温暖和阳 不管公司遇到什么困难 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 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这两年 你们线上风生飞起 我们尸体 承担了多大的损失和压力 线上呢 只是线下的一个延伸 是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线下的 电视商才是未来的趋势 做好人 做好这个行业 做好这个行业 不单单是为了证明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行业 就像刚升起的太阳 灿烂归煌 能代为千家万户方箭 我坚信 我坚信 这个行业 终将会成为国际人